NCCA于考试委员名单送遭立法院卡关已久 院长韩国瑜今天在民进党团的要求之下 召集协商 讨论是否用临时会的方式来加速排审 任意喊话不尽速审查 恐怕造成相关机关空转 虽然蓝白相当不满 诺宏执政党意图推卸责任 他怎么不在现场感觉 酸辣汤少了胡椒的感觉 休会期间召集超越协商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罕见身边缺席 立法院长韩国瑜再报警局兜了全场 只是这好气氛并没有维持太久 通讯相关的管理媒体的专业的管理 乃至于考试院对于国家考试的举办 这个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针对是否加开理事会 处理NCC与考试院人士同一案 朝野依旧持不同意见 行政部门在这段时间一直用媒体来放话 想说NCC有人不通过的话 iPhone不能买 有这个道理吗 不满绿营猛攻 严党人士审查 恐影响民众权益 蓝白大力反击 但绿营这头也有被人来 民众党很具体的建议 先定一个盐会的时间点 后面用临时会来处理 副总招就那时候就 Cue了韩院长 就用临时会来处理 好不好 半出三个月前的写商发言 质疑在党态度反复一 却一瞬间引爆战破 7月初的时候说来研会啊 处理考试院委员的人士同意权 NCC委员人士同意权 民主进步党悍然拒绝 给大家扣一个这么大的帽子 我再说一次啊 不可承受之重 各有不同立场 经过一小时协商 改议临时会还是提前开议行事 加速人事审查 散打还是无法凝聚共事 人事同意权的行事 这个还是立法院的法定义务 所以我们当然很遗憾 今天协商没有办法做成 针对临时会明确的决定 协商草草三会 卡关已久的NCC 与考试院人事名单 派审时间 还得继续等待 解采的黄胜泉台北报道 除了解采的黄胜泉台北报道